大家好 又到星期四直播了 先开场吧 大家多点follow 多点点钟仔 多点支持 如果你没有看直播 过几天可以看重播 如果觉得我们做得好的 给支持 打赏一下也好 否则多点看广告 我们继续运作下去 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觉得Tommy 大家好 邪老板 我叫邪老板 那是Tommy 为什么我找他上来呢 为什么我找他上来呢 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身份 他是风云决动画的制作人 监制 监制 其实你也是掌控了一切制作成果 当然我会详细讲 待会去详细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我先说一点点 我们漫画的制作人 从来 我觉得真正在港盲行业 找到钱 而找到大钱的人 很多时候都是在 旁边做生意的那班人 在旁边做生意的那班人 他不是制作的 他就是拿一个IP 利用这个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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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 而运作 这部分的人 反而不是真正制作漫画的人 Tommy是其中一个 最初更奇怪 他不是在漫画行出身 他如何开始漫画制作 其实我真的要问他 Tommy 先说一说 由最初开始讲起 是的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Tommy 刚才蓝哥 跟我说 做生意的人 有赚到钱 其实不一定 不一定 在这里要说一声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十五少 你叫我给他一张照片 那我就想想 今天上来好像讲漫画 我打算找一张照片 和漫画人有关 那我找了马sir和我合照 那叫做 拿一点点马sir的光 但是好像看到 有些朋友 我以为 请马sir上来说 所以在这里 不好意思 而且拿了马sir的光 马sir不好意思 有机会就拿下马sir的光 OK 其实我不是漫画人 我甚至乎是不懂画画的 我甚至乎是不懂画画的 那为什么会是做动画呢 而且是由这个 讲漫的漫画而切入呢 其实都很长 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我记得呢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做几份生意的 那其中有一份呢 就是做光碟 录影带的光碟 以及录影带过渡到光碟的八行 而其中有一个范畴呢 就是做动画片 以前很多的日本的动画片 都是我公司发行的 好像是龙珠 城市猎人 甚至乎龚骑有一段时间 都是我们发行的 那是2000年前的 不止 1993年开始了 1993年开始了 那时候是用录影带的 没有光碟的 那后面过渡到光碟 当然光碟就很厉害了 那在九几年 我忘记了 九五、九六 差不多了 我时间我不记得很清楚了 我跟拍档说 喂 为什么只有这个日本动画 香港有没有动画啊 因为那时候呢 我记得那时候是 曾经在漫画呢 我记得漫画行呢 是有过一部的漫画短片 是出过的 就是刘鼎坚的 超神2隻 超神2隻 那我说喂 有这些东西 看看可不可以 发展一下香港的漫画 做动画 那时候我们有一间的 帮我们做制作后期的公司 叫做 都挺大的 叫做B&O 叫做B&O B&O就懂了 是的 那时候他们有一种技术 叫做FEST 叫做FEST 是一种动画软件来的 其实就不是动画软件 是叫做影视软件 那我跟他说起这件事 他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我说我们做香港漫画 变做动画 那找什么做 我们不可以做翻版的 不可以无厉害地拿别人的东西做 那时候当然不懂得找马sir 不懂得找王生 那时候海虎很厉害的 海虎很厉害的 那看我们的心目中 海虎也是一间比较小的公司 那我们曾经尝试敲门 去找温先生 试一下 喂 我们想做 将你的漫画 变成动画 那样 你可不可以授权给我们做 我们不是做商业用途的 那真的拿了一张 他们写了一张B&O的授权书 我们做了一套 大概三分钟左右 这样的动画 那时候 都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的 但是现在看回来 当然是很笨拙的 那些技术 那个短片有没有出过街 我YouTube有播出来的 YouTube有播出来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 找到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 那 但是呢 那制作费 一算算出来 算不算 算不算 那时候好像算到 20分钟的制作费 那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懂 不懂做制作的 那制作公司说要40万 不是啊 要40万 我说要40万 那就是40万 但是算不定 所以卖光碟 赚不到这样的钱回来 那一路都丢下了这件事 没有再去跟进 那直到在2000年 我记得2000年 那有位朋友 有位以前的旧拍档 叫做旧拍档 就找我 找我 敲门找我 那他说 喂 你们是做光碟拍行的 我们是做制作动画的 那他说 你做制作动画? 我说是 他在深圳 原来开了一间制作动画公司 那 开了名字可以吗? 在深圳 开了名字可以吗? 叫方快 方快 方快 says,方快 方快很出名 方快很出名 方快 说报道 幻灌广告设计公司 那时候他做动画的 我说你做动画 那你是不是呢 investor 我发光iónール 还可以 制作动画 他那时候真的笨 errors 敌cam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你有空来呀 不是吧 我们不入уры 你计算成本去看看,他说要看看做什么代表 来来会会,我当时有一个很抗拒的心态 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千,拗拗的,撒了很多次 但他很恰而不舍,我想来找我十次 每次来吹水,给我一些东西看,又不愿意走 然后整整一下,挺好谈的,跟我出去喝茶,聊天 他真的说能不能合作一下,他做动画给我们发行不行 再提我,那位姓方姓方,老方,我记得你这么有诚意 最初我打算找伙计划你走,以为你是老千 不如这样,我带你去我们光碟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那时候我不是,雖然我有份投资,那间公司是我的 但我没有打理的,我是做另一盘生意的 我的拍档说可以,说你的动画制作可以 才可以谈计,那我带了他去我另一个拍档那里 第二天我就飞去日本了,看游戏展,我没有理会他 过了几天回来,他打电话给我 就是我的拍档,他说可以,我的东西可以 我说可以,说你的东西可以,怎么可以 他说可以做动画,可以合作一下 我就跟我的拍档聊,是不是真的可以 我拍档就说他的动画是真的可以卖到钱的 但是就不知道做什么题材 不知道做什么题材 把事情交给我 你认为他做的题材 过得到市场部的 那就合作了 我就跟他说了 老方 我拍档就说你可以 可以才合作 但是我们又不是制作人,我们又不是创作人 那你是不是创作人,他说不是,我做制作人 那做什么题材 做什么题材 那么就想一想,其实我真的又想耍他 我真的又想耍他 你去到报摊 我们有一番动画 也挺赚钱的 就是三级动画 那时候 妖兽都市 那些什么妖兽那些 很好卖的 你做那些 低有动画片 就像天才得得的那些 就不行了 你做咸语入手 你去报摊 看看哪本 咸诗漫画三级漫画最好卖的 你就问他拿版权 拿到版权的 你制作到一段片段 过得到一个拍档的 那我们就合作了 这样 他真是狠狠的 真的走去报摊看 看了一本 叫做《艳女幽魂》 《艳女幽魂》 就是我第一个 漫画人合作的 徐大宝 徐大宝 这本最好买的 那你就上去谈 不是我想去谈 你制作嘛 你制作当然你上去谈 那看 看《艳女幽魂》后面 后面有地址 发行箱 真的是敲门 敲了几次门 最后一次 开开门 他做了一个 附近 真的让我看 那时候 我最记得 他做过附近 不是三级版 而是四级版 什么都见了 哇 哇 但是他那次制作其实也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技术 将一个画面 将一格的动作 将一格的漫画 用flash 去令它有少少动动 有少少动动 这一格 跳这一格 再跳这一格 就是镜头 当然 做动画 我们有所谓的推拉嫣疑 将镜头如何运用 远度最熟的 如何运用放大 那就会让观众有一个视角 觉得真的是动画 真的动 然后拿给我拍档看 没有拍动画 这些可以啊 真的行啊 要受都市的 那就开始了我踏入做制作动画 投资动画的第一步 所以我就 踏入做这个港幻的动画 我的姓名作 是三级动画的 那我就进学了 这个方块和徐大宝志鸿哥的关节 是 就衍生到你后来 真真正正存之方块 还有一段故事的 有一段故事的 那个程序就是 没有卖了 徐大宝那个 后面有没有制作动 有 出了13级 出了13级 13级 13级光碟 13级VCD 是 每一只都是很好买的 买到爆标 买到爆标 大约说过利润 那时候 这么说 方先生和智鸿哥 他们是自己合作的 因为智鸿哥出版权 方先生是制作的 你是做发行的 我是做发行的 他就买个总给我 我印制光碟 就卖出去 一只光碟 我要抽几个版权费 给他们 合作就去到这里 就是一买一买 就是他的公司不关我们的事 他只是提供一个商品给我们 我们就 拿来做发行 就是这样 你都赚到13级VCD 利润都可以的 非常好 非常好的 非常好 那你又开始 最有兴趣 不是都没有 那时候 我打算 就是one off 就这样你做完一集就算了 接着方先生 做完了 下一个title是做什么 我有来 有做 有做咸片 又做咸片 我记得那时候 做 还珠格格 做还珠格格 那时候你就这样 做青庄 做青庄的三级片 名字都想好了 名字都想好了 很绝核的 叫做含珠格格 但是你也没做 因为我拍到我又做 不好了吧 对公司的形象好像不太好 经常都做这些三级片 就是证明呢 就是做三级片也有个底线 对啊 做生意的东西不是说一定要赚到尽 太多是会 我们叫做front market 就是 太多浸 就是越来越不好 那我认识 那我认识 要剩下 就算了 就算了 不合作就算了 但是邦先生就帮着我们 再深化一些合作 那 那就 那时候说好了 再想一下什么做 那时候 政治都挺敏感的 挺敏感的 出了一本书叫做 《掃把头》 和一本书叫做 《老猛董》 那我不如这样 你找个编剧 你写一些政治的动画 拿一些现在的题材来取笑一下 做了两集 叫做董董乐园 董董乐园 是真的拿董建华先生 那些施政的流币搞笑的 但是做了两集之后我们就没做了 因为 上了《苹果日报》 那些拍档说觉得 玩完就算了 不要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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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建议 一定不要试一下 现在这些东西 没错 在网上现在有看的 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 开始是引入影视的编剧 真的请了一个影视专业的编剧来 来到编剧 那时候我不懂编剧 我就跟这位先生 学习如何做编剧 怎样的三角 时间 人物 地点 三角形 我就跟这位先生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 都做完了 做了两集 那方先生就说 喂 再想一下有什么要做 那我说没有了 没有原创 没有什么 董董乐园已经叫原创了 要去画东西 要去找工作 那我就 抛了一句 除非你 做 港产漫画的IP 风云 龙虎五世 那些 很难做 很难做 做不到 那么 简单点 做老夫子 你有没有 哎 那方先生 老夫子可以吗 老夫子当然可以 老夫子之前 70年代有三部 真的卖钱 这么巧 原来 方先生 认识了一位的朋友 那位朋友在 两个星期之前 上过你们 节目 叫做私人艺 仁哥 他那时候是做一间公司 是做游戏的 有一只动画 就是刚好找方先生 在很久之前做的 是的 他说他 他做过老夫子的动画 他给了我看 我看真的 不是batch 不是很简单的 真的是一张一张这样画的 接着我拿给我的拍档看 他做过老夫子 哇 眼前一亮 老夫子 马上扯着他 他找了仁哥 有仁哥 介绍 台湾王宅 给我们认识 所以在这里多谢仁哥 没有仁哥 我是 入不了动画行的 亦都是 亦都是 没有日后的故事 所以首先要多谢仁哥 好了 真是 介绍了王宅 小王宅 小王宅 杜明内依 为我们想拿这个老夫子的版权 做这个动画 做这个电视剑集的动画 有没有得谈 有得谈 开出来的条件 是我们计算之内的 开始了 那么准 计算之内 要给版权 他开都开得这么准 你有得做他有得赚 不是 那时候我们是这样计算的 我们就是计算 卖多少个光碟 卖多少个光碟 因为我们之前有发行过 山天老夫子 七彩老夫子 老夫子水虎转的光碟 我们有数据在手 就是说老夫子的动画 抛出去市场 我们有把握可以买多少个 例如刚才林哥所说的这些是做生意人的计算 我们计算到 咦有利可逃 那就去码了 大概 那个版权费 一个包底 一个包底 一个光碟数量的包底 都不是一个光碟数量的包底 就是所有收入 一个包底 包括那时候我们可以在 卖光碟 我们可以发行电视台 TVB播过的 TVB播过的 TVB搶着来 买的 亦都发行过去大马 新加坡 台湾亦都买过 甚至买过入大陆 真的收到钱 因为老夫子是一个品牌 IP是一个品牌 在大陆收到钱 那时候是 是 那时候是2001年 2002年左右 是收到钱的 是收到钱的 真的是收到钱的 在这段时间 方先生和智蓉哥 可能内部有些问题 他们说他们没有钱投资 因为其实 刚才我所说的 他们之前用Fest 用Fest的教育来做 制作费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但是真真正常一张一张去刷 就很贵了 他们表明 他们没有 这样的资源投资 在最后一个商业谈判 我们的影视发行公司 收购了这个方块公司 收购了 当然我们自己 这里占大股 那边占小股 也把智蓉哥的股份买回来 离开了 之后 我都很尊重智蓉哥 到现在为止 我和智蓉哥 仍然有说有笑 我都叫他做大股 开始 我们正正识识 是 真的投资 做动画的 第一步 由发行 变成为 制作动画的老板 那时候我有很多东西 我真的完全不懂动画 我又跟他 就是跟方先生 学做动画 一步一步 什么叫 写剧本 然后什么叫造型 什么叫分镜 完全不懂 那我要自己学 自己要慢慢学 是的 你都请过很多 导演去 有名的导演去 这个很后话 这个很后话 你待会再说 我再说回老夫子之后 什么情况 当然 是做了第一集出来 基本上那个利润 是吓我们一跳的 是吓我们一跳的 我们不单只可以在 光碟那里赚多钱 我们在发行电视台 甚至乎有一个渠道 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 是王先生介绍我们的 就是将 动画里面的画面 抽出来 编辑做图书 即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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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亦都介绍了 当时的帮 王宅发行老夫子 漫画的老板 吴卿记 吴卿记 吴老先生 给我们认识 他说吴卿记 老师傅 这些 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那我们就 可以帮我们发行 他不是帮我们发行 他直接帮他们买了个版权 买了个版权 不是说我们印输 然后交给他们 然后你们连出版都不用做了 你收钱而已 是的 他扮个种给他 扮个种给他 那时候加加埋埋 可以这么说 是找到我们 不止第一桶金 那时候可以说是找到我们 第二、三桶金 因为现在 人家手上有很多现金 那时候是 那时候 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天高地厚 有钱好做事 基本上 接着有钱好做事 叫做心虹 叫做心虹 在开始 老夫子 这个是 刚才我所说 我做第一部 投资第一部 三级 三级的动画 接着就做定义自己动画 这些 不说了就算了 真真正正踏入动画产业 动画产业的 就是老夫子 老夫子十三 我们跟他签了 39集 39集 做了39集 还有就是 跟他再合作 做一个品牌叫做Q夫子 就是将老夫子缩水 做Q版的老夫子 接着之后 再跟他签了一部 就是做电影 不过那部电影是后期之后 就我们发觉是不对路了 是亏钱 亏了很多钱 做电影 其实39集的老夫子 其实制作时间也很长 不会很长的 当然我那时候已经全新介入了 其他生意我都不做 全新介入了做动画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认识一些影视制作人 其实是将一些影视制作技术 带入了做动画制作的 令到质量和时间 推快了很多 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时间是成本 做动画 其实时间越长 你就真是 这个待会之后 可以再说 时间是可以拖死很多人 包括万马大师 我们先休息一会 大家不要走开 只不过是一个段落 然后继续讲 继续讲 是 爆更多 耐诚给你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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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